雙方已經開始就定 因為看起來都是 五個人集合在一起 並沒有要拿出那個 保守的陣型 五個人都集合在一起 看起來是要入侵 看得出來4.4的META 改變現在散點的戰法 他已經不是主流了 對 沒錯 這兩天其實很少看到 對 因為你不可能佔到一分 就是佔到你的眼睛好 你不可能佔到兩分 就是你要回線 那你這個佔人基本上封口的意義就不大 那陸青的這個 風險變低 然後報酬變高 然後 所以很有可能 以後的比賽常常會看到一級的入侵 那現在 在之前的今天的三場比賽中 都是 雙方都是選擇在上邊的BUFF 在上邊的BUFF去做入侵 但這一次AHQ 繞到了下路區 可能是這個變換上面 是不是要來 原本是想要抓可能DPA 也單人過來吃藍 藍BUFF的Jungle 對 沒錯 在這場AHQ的重心 就是擺往了 下方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 1-0是比較需要這個藍BUFF 這是一個考量 因為之前他是用 盤身打野嘛 盤身打野可能紅BUFF比較 好 現在HQ 地圖資訊並不多 藍BUFF已經重生了 HQ稍微等待一下再進去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問題 理性一個虎啸融音沒有提到人 那在TPA這個地方 則是從這個AHQ的藍BUFF起手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雙方的這個打野 都是個雙BUFF開局 對 兩邊在中路線 一開始都沒有人出場了 應該都能預測 對方 就是兩方都入侵了 對方的野區喔 沒錯 沒錯 那在這一個線路的調配當中 果然是跟這一個 我們既得大師所預測的喔 就是 TPA的這個下路雙人組 其實是很怕對面路線跟 雷歐納的喔 所以是採取了一個 這一個逆U 對 這樣逆U下去 讓鱷魚抗2 其實是很不錯 那 上路上面雖然沒有辦法 擊殺理性喔 但是 吃兵上面就完全保住了兵兵的發育 嗯嗯 那在 這個地方 Dinter 等一下就是在吃紅BUFF 對 紅BUFF 把Dinter的鞋量打得有點低喔 但是 現在的洪水量還夠 往這邊 直接Record回去要換線嗎 又 要來面對 這一個路線和劉娜 但 冰線已經空到了塔下 這樣可以再塔下 因為 前面那一波也有可能是 畢竟是入侵的藍吧 那 一定要 畢竟是 TPS是選擇入侵的對方的藍區 所以 一定要先順勢上去 要不然會露太多對方 這樣子這個用意就 其實 就是一開始 呃 離上路比較近一點點 所以就是 清完之後下來 所以其實TPS並不 懼怕這一個雙龍 反而是 哇 反而是AHQ覺得 在這個地方打 DU會比較好 就是要用李欣來扛那個雙龍線 一直在 這個換線其實就有很 多可以 很多考量 對 我覺得 真的非常有可能 並不是一定說 我們說的怎樣 就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 考量 選擇現場的反應有關係 但是 你可以看到這樣 鱷魚其實有點難過 因為 他 在 本身的機動性 不是像李欣這麼好的角色 他 在 雷歐娜的牽制下 他現在會被擁抱出 私兵的經驗區 但是 李欣他 比較有可能 可以上去 因為畢竟摩盖娜的CC是一個指向 對 他可以去靠近去吸 經驗 比較是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好 從小地圖可以看到 HQ的那隻已經上流了 所以如果要來打龍戰的話 加上上路 HQ兩個人又還在上路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特別 打小龍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啊 肥炎就在已經看 看到這個眼睛也不急著猜 對 而且伊芙琳現在在 藍起 在幫忙 勒布朗收 呃 紅起幫忙 伊芙琳 幫忙 那個勒布朗收 BUFF的狀況下 完全沒有辦法來支援這條小龍 沒錯 HQ 這條小龍 就幾乎就是 篤定就是要放給TPA了 對 HQ這邊 拿到了 上塔 卡數翻平 龍的經濟 讓TPA領清了一千塊 比數現在 0比1 塔數 1比1 但在上路的部分 阿琪的發育其實很差 那要來看一下 他鱷魚 因為他 選擇繼續去堆疊自己的攻擊裝 沒有要來出 防禦裝備 嗯 這樣子 一個出裝 對方的 其實對方的傷害量很夠 前排有 伊芙琳 跟 勒布朗兩個 魔傷 那鱷魚如果先 對方的 今天出完了 這個 小海神服 再往防裝走 他到了 20分鐘左右 可能 魔防裝還沒有成型 對 沒錯 那個地方可能會有一點 爆啊 所以就是 悟空這邊是可以提供 第一波的開戰 跟CC 對當然也要看這一個 如果這樣子出裝的話 如果丁特進場的位置很漂亮 CC到很多人的話 那當然是出攻擊裝的效益比較高 就是讓對面還沒有出招之前 就打個半殘 兩邊的AD都 農到了 刀鋒大劍 然後 中路的 部分 西門這邊雖然吃兵術落後 但是有拿到一顆人頭 看到 下路線現在調回來正常的對線 上路的阿奇並沒有推線喔 所以現在李星找到一個機會來支援其他路線 感覺他的目標選擇是中路 但他 但他 這個蹲點有辦法成功嗎 小城把位置控得非常的靠近自己的 自己的 自己的史塔 喔 小鳳在旁邊 無效容易 但是踢到的是小兵 現在鱷魚應該就可以將兵線往前出再回補囉 下路BB已經來到了六等 壓線 壓線的壓力明顯是減緩了 伊芙琳這邊好像有被眼睛給看到 TPA已經在他頭上聘了紅點 對應該是有看到 這個分眼看到了 讓你自己直接過來 踩這個分眼 普攻了一下之後 還開始打 跳出來喔 這一個地方 早晨躲過了這個西門的W 這時候 中路開始打起來 旁邊也有人在傳送 這一個早晨的大絕 是丟到西門 究竟他猜不猜得到 這個點燃 丁特直接這樣過來 這個Q擊殺掉了 樂不讓 現在這次是 丁特跟NAZ 在PK 再一個Q Q剛好CD好 在這個地方 皇上顯靈 顯出他 皇上威猛 但是這個地方綠茶趕過來 打絕 沒有盯到丁特 但是他這個 劍是有打了丁的上面 哇 這個地方 丁特退的 有一點點晚 大膽刁民喔 皇上秀了一場 靈確讓他 在這邊掉漆 沒有啊 這邊還是綠茶的不累 這一次又是盾啊 原來丁特怕的就是盾啊 對原來 只要是盾系的 這一個皇上 都非常的懼怕 對 這是猴子怕盾 這是正常的嗎 對不對 上一次是這個十字軍 攀身拿這個盾 來打皇上 這一次又是什麼 這邊是太陽盾 我知道原來是 原來是 原來是香蕉啊 美少女綠茶啊 我要代替 欸不對啊 美少女的代替月亮 算了 這個話題我們先結束他 沒有殺去香蕉 香蕉盾 香蕉盾 這時候 太陽等於香蕉 哦 好 這邊TPA 好 對方拿到 這個下陸組的 掉上來的時間很棒 但是下塔也 呃 原本就不在 所以沒關係 掉上來直接推 對而且還把 TPA的中塔打到 很 剩下大概不到 十分之一的血量 這樣子 一來一往 中度剛剛二換二的結果 人頭數還是只差一顆啦 哇 緊急差距 並沒有到很大 哇 這個傷害 有點疼啊 縱使摩根納已經上了黑盾 對他剛 第二發的這個 是大絕 來自大絕的 模仿Q 所以那個傷害量是 蠻巨大的 現在 TPA把下陸線 掉到中路 因為中路的血 血量已經很低 必須靠雙圓線來支撐 菲斯現在 有優勢以後 掉到的下陸線 要出單推 所以 我這個 前線 很漂亮 有把這一個 第二段的 這一個 RQ的那個傷害 給POP出來 現在 菲斯在下陸線 雖然是 比較有機動能力喔 但是 伊布林落背的狀況下 他還是會死 所以還是花了很多眼鏡 現在 鱷魚的發育已經補上來囉 剛剛在深陷 控兵 這個 早晨沒關係 皇上 這個樹沒砍乾淨啊 跳不過去 這種事情常常發生 這個地方是有點厚的 對 可能要再往左邊一點點 會比較薄一點 對 這邊一個遠程的Q 現在鱷魚的發育已經追回李星了喔 所以他可以重新的將上路線壓制 對 這個深陷控兵的結果有出來 可是被伊布林夾殺 剛剛看起來是有打起來 NAZ跟小鋒 把這個 阿奇的閃線給逼出來 對 阿奇剛剛那邊是一個 隔著很厚的牆 的一個閃線喔 好險沒有失敗啊 嗯 上路這樣子出裝的 對抗 我就覺得比較 有趣一點 因為剛剛我們說 如果 如果兩個是個上路大的男 就是李星跟這個雷尼克頓 都是出防禦裝備的話 雷尼克頓會有 游手這個地方 西門稍微poke了一下 對 是利用Q 利用WR的方式去 踩了一下 對 然後我剛剛 還講到一半 如果是 出了這個 攻擊裝的雷尼克頓 然後對決出了 一件防禦裝的這個李星 我覺得這個 可能就不一定了 說不定 防禦裝會獲勝 對 要看一下李星這邊的技能 是足點什麼 如果是利用W的回血能力 要看 可是鱷魚的回血能力也很好的 滿有可能是 打不出結果 對 但是現在雙方 都在這個龍區附近準備就緒 互相在用招式 彼此施探這時候 綠茶劍 已經打到丁特 丁特只能開血大絕 可是這個大絕的位置 其實並不是很好啊 西門看到這個殘血的丁特之後 馬上使用兩段大絕 將這個丁特給擊殺掉 但是中了結的這一個Q 才被稍微定一下 小鋒在旁邊 胡笑容音的第二段Q 則是踢過去了 重拾伊布林也擊殺掉 雷尼克頓 西門 哇西門在這個地方也擊殺掉了這個早晨 鐵皮欸 場上只剩下兩個人 哇這一波 剛剛那個 雷歐娜的劍的特性 就是他會定到後面 他會往最後面那個人 所以剛剛是 穿過了分身 定到了丁特 所以丁特的大絕 其實是浪費在逃跑上面 對沒有錯 那剛剛真的是 死掉未急 竟然是剛好打到真的 弄巧 弄巧成佐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回放 這一個E過來 直接穿過去 一方直接是打到真的 而且這一個綠長馬上 補上大絕 把這個丁特定在這個地方 然後現在 這個直接踩死了丁特 威斯托爾這一波 非常的漂亮 對 然後剛剛那個 出攻擊裝的這一個 雷尼克克的這個缺點 就在這個地方顯現出來了 對 飛斯收掉了殘血的小鋒 但是西門這個沉默其實很漂亮 對 第二波的這個傷害 再打出來 伊布林也成功的收到了人頭 這樣子兩邊 的交戰 其實真的看不出誰 仗得絕對的上台 可以確定的是這個 兩邊的AD carry的發育 都很不錯 那這樣子打到後期的話 前排坦克都會坦不住 對 沒有錯 這個我同意 就是在前期的AD carry 都沒有受到太多的壓力 打野 雙方的打野都並沒有特別照顧 這個雙方的AD carry 這樣子後期的團戰會非常的血腥 就是 因為兩邊的中路也都是刺客爆發 所以 會變成是看誰先抓到誰 對 勝負可能就掌握在那一瞬間 對 可能不會有太多 很多的拉打 反而是進場的時機相對來說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真的如果要硬要講 喔 這個地方西門真是點掉了 TTA的這個中路外塔 真的硬要講 會覺得沒有位移技的叩格膜 可能會比較陡一點 對 但他有J的保護 可是 柱上又是一個 比較偏保護 我這邊直接傳送 不過來 綠查的這一個大絕 並沒有訂到BB 可是傑克表情哭哭 我的藍盾竟然是放在BB上面 那自己就當然逃不掉了 這一個地方 HQ再下一程 成功的擊殺掉了傑 這個 呃 小豐的傳送就是很大的關鍵 而且 綠查第一個時間的E 非常的緊急 這一場基本上沒有任何的E3密使 看得出來雷歐娜為什麼會被ban 不是沒有道理的 沒有錯 TTA這一場是ban掉了莫菲特 可是 這個地方丁特隱形過來之後 稍微Q了一下綠查 打掉了綠查大概1 3分之1左右的血量 可是卻沒有辦法 除此 喔 這個地方有要開起來 綠查衝進去之後 丁特直接原地大絕 閃現這一個大絕的CC 只有CC到兩個人 就是說 AHQ也將這個塔給摸掉 可是傑克的這個大絕 訂到了兩個人 小豐的血量不到100 HP 但是扣個摸的R 最後一下沒有辦法擊殺掉小豐 對 可能是距離不夠 也有可能是磨量不夠 那剛剛TPA在下路這個地方 一掃打多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讓阿奇更有時間 能夠破上塔 不知道這個上塔的這個推塔進度快不快 已經摸掉了將近一半 而且他剛剛因為阿奇都在單擊喔 所以如果他等一下回去出了一件仿裝的話 加入會戰我覺得對於雙方來講 其實局勢都還非常的不一定 對 因為這場TPA很難再主動出去 就是因為鱷魚的發育太差 鱷魚發育太差的情況下 他不太可能往前壓 他沒有一隻很好的前排坦 那鱷魚這邊 哇4800塊 把經濟是追回了 有地圖經濟比較高的李星喔 那上去回去可以補個 對 補個魔防裝 那這樣子 他本身參加團戰的坦度就會比較足夠了 原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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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拉AZ 原來是吉祥與兩位阿里的秘密約會 那吉祥你認為哪一個阿里目前為止的表現比較好的呢 這場 正面硬要我說嗎? 我覺得應該是NAZ吧 他的戰績比較... 兩個不同位置喔 這沒有辦法去做比較 這個地方 AHQ 直接將這一個TBA的藍BUFF給拿掉 我剛剛看錯了 我剛剛在聽你講話 我以為NAZ是對方的 我以為都是搶到的 結果沒想到都是AHQ的藍BUFF 我一開始... 我也沒有回神過來 就是AHQ成功的搶下這個TBA的藍BUFF 成功的拿到 這邊要看鱷魚有沒有辦法 趕快把線推出去做支援喔 要不然這樣子 很有可能會跟IEN的結果一樣 就是上路完全被牽制的狀況下 李鑫的傳送一直在各路發揮優勢喔 對 沒錯 在這10分鐘當中 可以看到小鳳的這個傳送 派上用場兩次而已 都拿到不錯的這個效果 阿Q的這個防裝也出來了 但是他選擇是出這一個偏... 呃...魔抗的這個裝備喔 因為對面其實AHQ 因為中路跟打野都是魔法傷害居多 所以這個出裝是可以... 呃...理解的 就是不先出火斗 這個地方...喔!這個早晨的這個L型跳躍 現在勒布朗這邊已經有了驚人喔 開戰的能力變得比較好 但BB這邊補上了無盡之刃以後 傷害量也是有顯著的提升 對 但是...因為他第一件... 大裝就是選擇出這一個無盡之刃喔 價格上面是比較貴一點 所以第二件就是裝備目前都還沒有看到小裝的這一個成型喔 相較於黑牛 黑牛因為團隊緊急比較好 呃...除了四血者以外 還出了這一個三項之力的兩項也出來了 這邊要來壓中塔 這個地方...喔呦...成功的緩到了綠茶喔 這個地方找成了這個大絕 有大到的小豐 有辦法直接將小豐給秒亮嗎 傑哥閃現 開啟了大絕之後 小豐在臨死前 則是將那個傑哥給踢遠一點 避免自己的隊友被這一個摩甘娜的CC住喔 這個地方BB正在追擊 西門...西門在被扣個摩的R打到之前 馬上使用他的這一個W逃掉 這使TPS會戰的勝利 TPS成功了以0換2 將AHQ再打回去 對...這邊的綠茶在點塔的時候 位置太深了喔 撤退的時候被BB的這一個 應該是Q1都命中喔 緩到以後 丁特的進場實際現在非常漂亮喔 轉到了以後再往前牽制住 那這樣子對方的資源比較忙 而且這一次阿琪的資源就來得非常及時喔 對沒有錯 阿琪這一場對雷尼克頓的進場 給HQ壓力就很大 我覺得剛剛... 呃...就是記得老師說的沒錯 就是扣個摩的這一個 緩是有成功的緩到了 稍微退了有一點點點點緩的這一個綠茶 並且還普攻到了他兩下 所以就是把這一個綠茶 這個血量打得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說在雙方的這個無打尾的這個血量當中 就已經有了這個優勢在了 這我覺得TPA剛剛獲勝的算是一個關鍵之一喔 當然捷歌的這個閃線大絕 傷害完全打出來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摩甘娜輔助 他傷害還是有的 雖然說沒有定到很多人 可是這樣子就是... 基本上你被緩到的時候 你一定要跑離那個線的距離 但你那段時間就是沒有輸出的喔 對 所以你看到這丁的殘血 就是在裡面轉了這麼久 然後殘血還是可以閃線出來 也要歸功於捷歌後續有補上他的閃線大絕 對沒有錯 是有成功的幫隊友爭取到時間喔 然後剛剛BB就有一個很棒的時間 一直在... 跑打喔 往前邊跑邊打 然後順利的點死人以後 雖然很...很可惜是 他原本應該覺得最後一個R會直接把西門給炸死 但西門的W已經轉好了 其實剛好是滴滴好 所以是躲掉了這一個BB的那個R的傷害 上路 阿祺剛剛利用了閃線從飼軌切進來 這個很重要的重點喔 因為他現在坦度不足 他比較很難直接從... 正面直接輾過去 他還是要靠著像剛剛那樣 如果... 盯著先手吸吸到人以後 他閃...他利用閃線接近 到... 隊伍人群之中 那他的傷害力還是很夠 因為他這... 他現在有這個... 小海神斧可以打爆發喔 BB的那個裝備 在剛剛說完無精之刃 打完一個小會戰之後 真是補上了黃雙刀 哇... 這邊HQ感覺 上一波... 推二塔是有點失利喔 暫緩了自己的攻勢 那... 視野部分TPP花了非常大量的眼睛喔 在自己的紅BUFF區域幾乎是繞了一個... 耳朵的形狀啊 真的... 真的... 雙方在布置視野上面 都... 花下了非常大的成本 這個視野在現今真的是非常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 我覺得... HQ的這個... 黑牛其實發育不錯 就是他一定有兩件大裝 對... 在團隊助攻跟團隊競技上面 還是補足了很大的... 這個... 他喜歡出這樣的裝備以後 再補... 而語無盡 哇... 剛剛這個地方就是... 剛剛就是我們的這個OP 一直在想要強調的地方 就是這一個粉眼並沒有遭到這一個... 但他們知道說... 呃... Q的粉眼也清掉... 西門... 兩段... W... 超於Poke的丁特大概300左右的HP 這個地方小鳳則是在偷TBA的這一個藍BUFF 因為上一個藍BUFF也是由HQ拿下 所以他沒有清楚掌握到TBA藍BUFF出來的時間 對...小鳳在夏爾塔以拔的狀況下 有很棒的機會做分推 來讓隊友有機會吃八樓 那這邊順手偷掉了對方的藍BUFF 現在...TBA也沒辦法去協防這個藍BUFF 因為... 再往那邊靠的話 巴龍區域就很危險 好不容易建立出來的巴龍視野 也會讓HQ找到一個機會重新複製 對...沒有錯 率先複製好巴龍區的那個視野來講 非常的重要 現在R7 對於TBA來講 壓力可能就是在於說... 因為... 呃... 小鳳他是有帶傳送的 這個地方... 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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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地方稍微被逮到 往左邊走的時候 然後再運用這個路線 喔...這個一個... 黑牛的這個... 伊達徐的這個時間點 其實很漂亮 並沒有被丁特CC住 摩甘娜的大絕... 並沒有釘到任何的人 小鳳的李星實在是玩得太溜啦 剛剛那一波... 呃...知道雷歐娜已經落落背的情況下 上去黏住了丁特 丁特...看...知道後面有人 所以他選擇往左側啦 對... 但是被... Q1命中的狀況下 腳閃還是黏住 後面還多了一個... 對... 還多了一個綠茶 還多了一個黑牛 然後... 黑牛這邊... 最後想要回去轉 但隊友來不及支援喔 最後在跑掉的時候就死掉 然後... 綠茶上來的這個大絕 也非常的緊轉 照到了J的頭上 其實丁特剛剛是有一點點有歐 我們再來看剛剛這個highlight 這個黑牛躲丁特的這個大絕 其實躲得很漂亮 等一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小鳳... 的這個李星操作很漂亮 你看... 這一個黑牛的這個E-Dash 躲掉了這一個丁特大絕的C 然後這個大絕... 小鳳又一個回踢吧 我看他踢到了... 死胡同裡面 對...雖然說幾殺數小鳳都沒有做到 可是他給了TPA非常大的壓力 他的這個胡椒龍鷹 連續兩次都在... 很難中的情形下打到了 對...就是說他雖然是一個 以防禦裝為主的李星 但他的黏忍能力還是... 非常非常的煩喔 哇...這邊... 這個... 我們照理來說... Riot的... 之前的藍鐵裡面是已經說了 我們現在已經讓所有的草蟲的眼睛 不會再互相看不到 但是... 這兩個戀人好像還是發生的這個... 這個問題啊 吉祥老師您認為這兩個相愛... 彼此相愛的人... 哇...這個大絕照到了頭上 魔力見底 這個黑盾研究出去 可是... 傑哥剛好在旁邊啊 黑盾擋掉了... 盾級的暈眩 哇...這樣... AQ其實在現在已經掌握到了一個不錯的優勢喔 雖然... TPA的經濟並沒有弱很多 但是... 在視野上面其實已經完全... 陷入了... ALHQ的節奏裡面 對... 那... 我覺得... TPA... 真的要打到大後期喔 當然... ALHQ是要在這個時候盡量積極一點 對...他們現在... 發育很好的... 扣個魔... 其實在塔下打仗... 實在是... 不是很好 對... AQ在那個地方... 就已經吃到了一個虧喔 嗚... 這邊... AQ... 要來摳龍喔 但是... 兩個隊友還在上路這條小龍 TPA有機會喔 喔... 沒有看到裡面的人... TPA這個地方並沒有AQ左邊的這個視野喔 阿基進去... 砍到綠茶朵來這個地方... 哇... 我覺得這個地方... TPA可能會有點抖 因為其實... NA這個位置不錯喔 等一下他可以在一個很棒的時間點... 切入戰場這時候... 雙方已經打起來了 沒錯... NA自己果然從後面切入戰場 這個大絕看起來是有打到三個人... BB則是跟NA自己纏上了... NA自己交出了這個閃線之後... BB則是回頭... 將這個重心... 輸出重心轉往主戰場... 小鋒的這一個踢... 直接將BB踢到NA自己旁邊... 就是BB會獲勝的... 還是NA自己... 看起來還是BB要獲勝啦... 可是... 黑牛的這個狀態... 也非常的好... 黑牛在這個地方... 成功地演出了三連殺... 哇...這邊黑牛還沒有放棄追擊... 因為Evelyn... 這個Q... 啊... 命中雷... 三連殺... 傑哥的Q... 頂到了黑牛... 所以黑牛也沒有辦法... 繼續深追在這個地方... HQ成功地以... 二換四喔... 打掉了... 可是小龍部分是TPP給掌握... 所以經濟上面並沒有拉開... 這一波黑牛... 因為追擊的過程... 兵線的關係... 所以也沒有辦法推中塔... 這樣子... TPP並沒有存在...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重破... 我們來看剛剛的這個... replay喔... 在主戰場的這個地方... 其實... 呃... 李星是已經擊殺掉了... 這個雷尼克隊喔... 可以看到黑牛的這個位置... 其實都很安全喔... 就是TPP的這個大戰... 都沒有對... 那個黑牛造成很大的... 這個威脅喔... 一定也還到了... BB的這個攻速... 小風在這個地方... 哇... 這個炸差一點點... 還差一點點... 主要還是在於說... 鱷魚因為出的是... 有一點點攻擊裝備喔... 所以... 它雖然殺掉了雷歐納... 但是它自己也... 坦不住來自於... 黑牛的攻擊... 所以... 鱷魚死得非常的早... 那... 另外一邊相對來說... 雖然TPA這邊後面是有收掉勒布朗 是靠著Morning的進場以及丁特後面的大決 有轉死分身已經發動的勒布朗 但是黑牛的位置太好了 而且Bibi完全被NALY給牽制住了 這個地方丁特稍微演了一下 但是AXQ還是照樣把傷害給打出來 好險傑哥在旁邊有套上幫丁特套上黑盾 對 這個 這個地方 曉峰 丁特還是要小心喔 自己的坦度其實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面對黑牛這樣的裝備是完全不夠的喔 對在雙方AD Carry跟中路的部分 AD Carry裝備其實是有差的 西門是領先了大概一件1600 巨型魔棒那AD就是差距比較多一點點喔 就是黑牛是領先足足一件大裝 現在AXQ有一個很棒的機會來做蹲點 因為在巴龍區域的視野完全被清空了 這樣雷歐娜跟勒布朗就會有很好的發揮 這個地方丁特又跟小鳳狹路相逢 小鳳將丁特踢往自己人比較多的地方 但是丁特這個大角色CC到三個人了 丁特並沒有被擊殺掉 這時候阿奇也準備要進場 早晨則是在輸出AXQ的這一個前排 TPA的這個陣型看起來是比較好的喔 阿奇在前排輸出第二段大許 奪掉西門的這一個鎖鏈 早晨則是黏到了NAZ NAZ被BB稍微普攻一下之後 則是由這一個早晨的DOT傷害給擊殺掉 這一個地方TPA目前是以0換2 只是在繼續追擊 這時候早晨的這個大絕CD好了 可是這個大絕是打在西門的分身上面 黑牛的狀況也還OK 可是哇這個地方西門的這個重心 哇這一個地方這一個地方這一個地方 西門稍微晃神了一下 但是這邊還在 黑牛的E大許稍微往後退拉了一點點 這一個2打2 丁特還是在繼續追擊 丁特一次大絕打掉了小鳳300HP 哇這一波剛剛有點可惜啊 在這邊在中路被擊殺 因為人數上面剛剛有一個機會可以來 試試看吧 就是在自己 對沒有錯 有摩甘娜跟阿奇這邊的血量還夠了 嗯 TPA在這個地方的那種會戰打得很漂亮 就是他們剛剛那個陣型來講 是對他們來講完全的有利 寇格摩輸出的這個空間很棒 他站位其實很棒 可是在打完主戰場的時候 我覺得兩個人去追擊西門 顯得比較沒有那麼必要啦 應該就是要顧到自己的那裡 如果剛剛TPA不是選擇2-2 只是選擇3-1的話 我覺得結果可能就不一樣 對就是早晨也有擊殺到西門 然後主戰場的那三個人 跟那個黑牛他們來個3打2可能也會獲勝 或是像你像剛剛紀德老師所說的 就是直接將重心爆發了 對感覺傑克剛剛是想要去中路做視野 可是遇到了這個狀態很好的黑牛 就被擊殺 那剛剛西門那邊的那個追擊 其實呃 事後追葛論當然Money有追到 但是以正常來說 應該是追不到 但是西門就是在一個視野 剛好那個他鱸扣的地方是一個視野嘛 就是走過來那個轉角 看到的時候已經沒有辦法 脫離這個Money的 途徑距離裡面 雖然最後一個Juke還是蠻漂亮的 因為主戰場畢竟是在AD的那個部分 我相信西門的這個目光 應該是放在AD這個地方 就是想說 我要不要取消Record加入主戰場 他們沒有想到 小地圖上面也沒有看到就是早晨 就是其實是在繞在後面 對雖然那個魚是創到了分身上面有一點可惜 我剛看到那個魚 因為剛剛OB有幫我們切成TPA的視野 我看那個魚有有命中 所以我想說如果是命中 這個西門的話 那這一波是絕對可以拿下巴龍 沒錯 那這樣子就會是一個4打2了 對於這個TPA來講 那這樣子 經濟其實已經從6000塊拉到剩下4000塊左右 5000塊拉到4000塊左右的差距 這一個4000塊的差距在現在的這一個經濟差距 其實差了大概不到10%拉 對 現在要靠的就是黑牛的輸出 因為上一波的開戰會失意 是因為開戰的時候只有李欣跟Evely 雖然小鋒把悟空踢到一個很棒的位置 但沒有人打他 所以他完全用的大絕 然後牽制住讓Kogmo可以做輸出 對 而且還有一瞬間是被這個丁特的這個大絕給CC到 對 所以要讓黑牛先佔就定位置 以後再開始會戰 要不然HQ在會戰中 還是會失利喔 因為 兩邊的AD Carry 都有毀滅對方前返坦克的威力 沒錯 其實 阿祺他選擇出了這一個 呃 攻擊裝之後 兩個防裝都是 就是平均分毯啊 就是模仿意見 物防意見 所以黑牛打這一個阿祺跟丁特 這個來講還是會痛的 你可以看到丁特其實也就只有一件物防裝 補上了兩個的一個護甲而已 對 那更不用說 李星這邊只上了一個火甲以後的兩件 只上了一個吸魔劍要來控制對方的魔防傷害 那面對後的魔防傷害它是完全擋不住的喔 沒錯 我覺得雙方的大難面對雙方的這個AD 可能都 可能頂多頂多頂個大概 四五秒吧 對 這還是要看 幾個關鍵點還是在於說 第一是 Morning這邊的魚有沒有命中到重要的人物喔 第二就是 沒有錯 西門的禁言跟他的大的傷害打在誰身上 嗯 如果西門這個招式是有完全打在DV上面的話 那對於TPA來講 TPA的這個會戰主要輸出 因為其實Morning的這個出裝 呃 Morning這個成長還服上了這個第三件大裝 對於他把再把一串出來喔 這樣的出裝其實 比較上對來說比較少見啦 但是 他現在要想辦法先把傷害提升到 可以秒人的階段喔 再去出帽子可能成型的時間有點太晚了 我覺得這樣子的情形喔 因為TPA 就我們賽前所講的就是 TPA的這個陣型因為有扣殼膜的關係 我覺得我還是 如果比賽真的到了50分鐘之後的話 我還是傾向看好TPA啊 就是變成說 HQ的經濟差距要拉得更大 才有辦法來推高地 對 TPA就是用那種 等待的這種戰術 對 現在六塔全把喔 經濟又被拉開了一千塊 那TPA現在剩下三座高地 那視野近視的情況下 要怎麼守住這條巴龍 是他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沒錯 HQ在巴龍的地方 只是有插了一根粉眼 現在過來 過來插眼的人都會有些危險 但是剛剛 丁皇已經把眼睛插到巴龍口裡面 哇塞 這個地方西門稍微poke了一下 好險結果是在旁邊 雖然說那個傷害沒有擋到黑盾 可是因為我覺得西門是看到了這個黑盾 所以沒有繼續上前這個追擊喔 李星還在下路推下塔 這個巴龍很難守啊 沒有錯 視野的這個控制 從小剃圖可以看到 BB就是往下路去 等一趟這個小鳳的分推 有丁特在這個地方 轉轉轉轉轉到兩個 但是還是被抓到了 在佈置巴龍視野的這個情況下 哇 哇這一個地方 NHQ的樂布朗給的壓力其實很大喔 在沒有打野的前線下 TPA這個巴龍 又要想辦法來守嗎 這邊插眼上面還是撤退的時候 被樂布朗給援住了 TPA這邊要很難守住這個巴龍啦 下路李星 小鳳也已經傳送過來了 在這個地方要開始打了 哇而且很貪心啊 拿巴龍還要殺人 這個一定會Q1過來 再回踢一隻 摩甘娜 他在那邊定住了 這個摩甘娜的黑盾就上得很漂亮 可是綠茶在遠方的這個大絕 是有牽制到了扣哥摩 J這邊 剛剛雖然放BB配上了一個漂亮的盾 但是沒有辦法阻擋 跟上來的綠茶CC 直接擊殺過後 Evelyn殘血 差點被扣哥摩炸死 但也殘血RECO 現在黑牛的狀態接近全滿 要直接來推TPA的高地了 在剛剛的這個會談當中 TPA 被AHQ1換3 我這個地方 雙方要在塔下打起來 丁特的這個血量 只剩三分之一 早晨交錯的這個閃現 並免AHQ的這個CC和傷害給打到 這一波 AHQ順利的拿到巴龍 以及冰影塔 經濟的差距來到1萬 摩擬守護家園衝了出來 要來追側推的 這邊放棄了追擊 現在AHQ的策略已經 非常的奏效啊 這樣子 這個蹲牢 丁特這邊被一套禁言過後 再綁了一個鎖鏈 哇差一點點 剛剛看起來是西門的這個 那個W傷害沒有打到 就是丁特剛好就是使用了他這個本身 早晨這隻俠路敲鋒 遇到了NAZ 摩甘娜 在旁邊幫他套上黑盾 早晨使用兩段跳躍 剛好第二段 鎖掉這個牆壁 傑哥的這個地方 哦 這個地方TPA有點抖 血量都非常的低 對這邊剛造成一個驚人 差一點點就被擊殺 但是在自己死亡過後出來重新建立視野的過程中被對方反丟 所以HQ完全沒有recall回家 直接來推對方的下路均營 因為自己血量有點低哦 但是HQ其實是有這個巴龍BUFF的丁特 稍微向前抓不到一個適當的時機來開大局 上路的李星 下路的李星已經被李星踢到塔 剩下一點點血哦 剛剛被黑尼有點了幾槍 這一波應該可以順利直接點掉 李星踩了一下塔 看起來TPA直接硬開 這個丁特的大決是有CC到人 但是也沒有辦法 雖然還是被擊殺掉 被樂布朗給擊殺掉 這一個大決並沒有定到太多人 比比輸出的這個位置看起來還不錯 可是黑牛的這個狀態也很好 黑牛直接大局上去之後 因為紅BUFF是牽制住了這個Archi TPA現在場上只剩下AP Carry和AD Carry 相對的HQ則是三個人都還在場上 這是HQ這個會戰的勝利哦 是成功的以二換三 其實TPA已經開得算是不錯了 但我覺得坦克的坦度實在是相當的不夠 那相對來說 呃 扣格魔雖然也很肥 但他不太敢上前輸出哦 這個地方黑牛Dush 但是並沒有辦法普攻到扣格魔 哦 這個地方TPA有機會重新守住哦 HQ在這個地方稍微有一點點疾了 NAZ這個大決BB的 啊 最後一次啊 成功的 擊殺掉了 NAZ在這個地方演出雙殺 這個真的 推雙塔有點太疾了 對 剛剛是有一點點疾了 因為他們也被塔打到了一下 這樣子對TPA來講的話 情況我覺得還是可能 因為中路的水晶碧影應該差不多要重生了 所以 剛剛那一波就看得出來 TPA這個陣容在 丁特跟俄宇不夠坦的情況下很難打 而且他開戰的時候其實已經拉出了 他已經爆了 嗯 所以沒有塔的方法下這個 BB跟這個Money都不會有那麼好的輸出位置 但後來推雙塔的時候 勒布朗選擇要來試著看把BB殺掉一波的帶走 但反而是給對方一個反打的機會 TPA這邊重新的要撐到均嶼塔重生 巴龍的時間應該還超過兩分鐘 所以有一段時間可以守得住啊 巴龍的時間還有三分鐘 中路的水晶碧影應該是快出來了 所以對於TPA來講的話 還是視野的佈置 要小心是個西門的單抓 而且在剛剛那個成功的反打回來之後 他們TPA還成功的下當地掉黑牛 對 黑牛的10108戰機 這一場布死牛還是死了一次 而TPA有辦法打破神話以後再把這場比賽逆轉嗎 我覺得剛剛的重點在於說 死掉以後出去視野近視就很恐怖 因為從此有勒布朗會蹲點 那另外一邊是伊布林蹲到了丁特 丁特是被勒布朗蹲 另外一邊是伊布林蹲到了早晨 那好險有J的幫忙下這個地方 可是血量被打了一半以後 HQ直接進逼下塔 中路的水晶碧應該要出來了 TPA現在面臨的這一個 窘境就是在於說 下路有一對超級小兵 等一下會灌進家裡 所以要派出誰去防守 然後 AHQ要選擇在哪裡給壓力 看這個站位來講 AHQ是要繼續在中路這個地方施加壓力 所以TPA 不能再容許任何的犯錯機會 這個丁特的這個大學開 非常重要 那個西門 在這個輸出是有打在丁特上面 可是丁特還是使用分身了 西門的血量有一點點 HQ這一波可能會非常的不妙 BB的血量還有一半 這個地方 伊芙琳在畫面剛剛沒看到的地方 成功的shutdown掉了 Morning 現在HQ場上只剩下三個人 RQ最後的燒傷也燒死了 樂不朗 這一波HQ 打得有一點級啊 對 沒錯 西門這一個Poke的位置 可能這個傷害上面拿捏有錯誤哦 對 大家感覺剛剛其實是退得掉 但這邊 呃 李欣 小風是選擇要進場了哦 那 因為丁特 吸吸到了西門 讓 李欣必須進場 但進場有兩個人的位置都很危險 雖然最後貼到牆邊閃現 但是 阿琪這個反應非常好 他立刻閃現跟出去 先收掉了李欣以後 再利用自己 再 他看到 呃 這個 樂不朗開啟了新人 然後他知道自己死定了 他就直接走上去等你競爭結束 利用大絕的燒傷 把他燒死 嗯 剛剛西門的這個血量是 已經偏低了哦 還是要小心在你壓塔的時候要 就壓盡的時候要盡量少 減少被BB打到 BB沒打到一下 那個傷害量都非常可觀啊 比較好的做法 還是讓 就是 伊芙琳做一個落背 或者是 緩速上去 雷歐納上去 直接硬開出BB 就把他殺掉 這樣子 就是 TPA的這個陣容 就沒有辦法繼續贏戰了 現在 整體來講 都是朝著這一個 TPA他們想要的 情形去 發展 那 AHQ剛剛是有 嘗試就要 積極的推這個 水晶兵營 但是 成效不髒 並沒有拿到太多的東西 所以只能 退而求其次使用 這一個 巴龍來來戰術 不是在 巴龍附近 布好一堆視野之後 運用樂不朗這個單抓 來 來 你來 你來 可是這個 時間點 對方的 有沒有 這就是所謂來來戰術 我在報紙上學到 這個 還有 還有另外一個 幹幹幹幹戰術 機場老師的學後 那個我不知道 還沒有 這個地方 AHQ直接成功了 直接開巴龍 綠茶在旁邊 只是躲起來 可是這一個 綠茶跟隊友 只是分開了 此時戰場分成兩個部分 TPA的後排 跟AHQ的後排 目前 TPA的後排 成功的 HOLD住了 擊殺掉 這個AHQ的前排 綠茶 西門同時也被 TPA的前排給擊殺掉 黑牛的情形 目前 有一點點不妙 這邊喔 這邊 TPA可以直接吃巴龍 後期的陣容性成型了 我覺得 剛剛這邊 AHQ太急囉 那 開了巴龍 雷歐娜在外面 想要留人 但對方是直接集結 從正面路來 他們的判斷可能是 對方一個人 就是不會直接 從這邊過來 但沒想到對面是 沒有選擇從上岸 從上岸做防守 而是直接所有人集結 要來巴龍口大會戰 那這樣子 狀況就是 剛剛雷歐娜的 完全是送出了 自己的命 然後他完全沒有造出 任何的傷害跟控場 嗯 對 我覺得一方面 丁特給 丁特和阿奇給AHQ的壓力 還是有的 還是不容小覷 所以導致 這個地方AHQ人比較多 阿奇雖然是 死掉了 但是他在死掉之前 他把AHQ的所有人 都逼退了巴龍區 對 沒有錯 把這個AHQ的 最主要的陣型 給切開來 讓這個陣型 沒有辦法跟上綠茶 去做輸出 對 而且勒布朗這邊還被 受到擊殺 就會對AHQ來說 是很傷阿 反而是現在 早晨的發育 慢慢的補上來以後 他在後期 也會 會給黑牛帶來很大的壓力 嗯 黑牛這邊已經滿裝了 費斯跟康格莫 這兩隻角色都是後期 非常可怕的 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想秒誰 就秒誰 對 你在早晨還差一點死帽 他非常的需要這件裝備 當然有這件裝備 其實等一下 我覺得 他就是想秒誰 就秒誰了 對 這就是菲斯的可怕之處 丁特稍微繞到了HQ的後面 這個成功到CC到了兩個人 這時候HQ其他隊員跟上時間有一點點晚 BB找到了一個不錯的地方來做輸出 摩甘娜套上黑盾在BB身上 BB的這個普攻則是在打黑牛 有辦法打得贏嗎 BB這個閃現的位置普攻 擊殺掉了黑牛之後繼續普攻 這個血有辦法吸回來嗎 配合上的殞弱這個血吸回來了 一個R並沒有打到 打到了NA自由 但是西門也還在場上喔 是個西門 哇 這個R成功的擊殺掉西門 BB目前他的這個攻擊距離還不夠 他的W雙好 他究竟是要選擇R的還是選擇W 這個R打到了小鳳這個盾上面 但是他R的這個距離已經不夠了 小鳳成功的躲掉了BB 在這個地方 AHQ打TBA成功的 是TBA是成功的以3換3D檔住了 AHQ再一波的攻勢 哇這一波打得相當的激烈喔 這丁特蹲帶一個點 利用分身的隱形上來直接開R 是非常漂亮的選擇 對沒有錯 而且AHQ 我覺得丁特剛剛的那個判斷是非常的好 我們再來看剛剛這個地方 從小距魯可以看到AHQ的這個隊員其實還沒有跟上 所以讓TBA有大概2到3秒的時間可以去做一個5打3喔 對阿這邊 可以看到在這一個地方 BB的這個距離 這一個拉打一直回頭打回頭打回頭打 這一個閃線喔 則是讓AHQ再花大概0.5秒的時間來抓到一個更棒的位置 在擊殺掉了黑牛之後呢 AHQ其實他是選擇一個出坦裝的輸出 所以讓BB很輕易的就能夠 靠著這個AD Carry後期很誇張的傷害 將他給吸回來 對但阿喜這邊 再看BB的這一個 啊 成功的打到要逃掉的這個吸門 喔這個地方又開始在打起來 小鋒的血量有一點點低 被這一個 菲斯的DOT傷害給擊殺掉 丁特丁特丁特 冷靜啊不要再往前啦 這邊 喔 這一波 看起來是小鋒的位置比較深喔 被對方給抓掉了 恩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蛇 所以我覺得TPA在這個地方 他不敢吃巴龍吧 因為 在這個第二場是有犯 有失誤過一次喔 對 因為畢竟也只擊殺掉這個李星啊 李星又不是打野 對 他們其實中塔還沒推 這基本上吃巴龍是很難的喔 因為兵線不會越過這個中塔的距離 那你就 兵線的這個 對方可以過來的支援距離 就非常的短 還是要讓兵線再往前推進 下路一大坡的TPA小兵 往HQ的下塔外進 可是這時候HQ似乎 已經沒有辦法去整理啦 因為這時候所有的戰爭的重點 都來到了巴龍附近的區域 對哇這個地方 看起來TPA 他們所在的位置有點陡 我覺得巴龍在這個遊戲的後期 打巴龍速度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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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對這時候 這絕對不能大意 但是 HQ在前幾波被反打以後 也不敢直接來開啟這個巴龍 在畫面下路的這個地方 TPA下路就是 TPA秘密比較多一點 就是將這個給淹沒過去 對這邊的小兵 大量的被塔給抵耐 但小鋒來到了這邊 給TPA一個十分之間 五個人集結來見巴龍附近的區域的視野 喔這個地方 TPA已經開始 喔不是 還打眼 這個要開囉 這個打完粉眼之間這個開 究竟在這個巴龍的爭奪賽中 TPA獲勝還是 HQ獲勝呢 這時候視野已經佈置好 陸西恩在遠方List is over 將大絕給打在丁特上面 將丁特的血量達到直升大概 四分之三左右 血量還非常多 摩甘娜這個Q打在綠茶上面 哇但是我覺得 HQ這個站位有機會 來一個切斷中路 我丁特這一個閃線大絕 成功CC到了 兩個人 AZ還在找機會 想辦法 要來一個切斷戰場 這一個 哇這一個殺害好誇張 綠茶抵擋不住 這一個綠茶在死前放出的大絕 剛好被捷割了 這一個黑盾給抵擋住 BB現在要來直接衝囉 這邊有一個BD王 在西門BD的過程當中 AHQ其他隊員還是適當的 跟這一個TPA的隊員保持距離 但是保持距離保持得不夠好 還是靠著這一個早晨的這個誇張 但你叔叔給擊殺掉 AHQBD不說 這個地方 會被TPA給擊殺掉嗎 閃現之後這個 哇這時候早晨過來 哈哈哈哈 我抓到你了 哇這個 另外一邊兩個人在七八樓 什麼 這個 哇已經 搭到了一千塊左右的差距 NA力已經彈到 殘血這到底來不來的 其他眼差進來了 重擊 黑牛要開始落跑 哇這邊追擊完以後 Morning有沒有辦法靠著自己的高移動性 追擊到小 呃他現在看到黑牛滿狀態 放棄了 要來追擊嗎 這邊 上路有一波超級小兵喔 這一個AHQ的call 我覺得 很棒 原因是因為西門 原來剛剛西門就是要 將自己送死 然後吸引TPA其他隊員的這個注意力 對原本會戰打輸了 但是反倒推了對方的一個軍營 還有一個巴龍 所以TPA這個地方 判斷要再稍微小心一點喔 早晨稍微往前poke了一下 綠茶再放一次大絕 TPA有辦法拿下這座水晶兵營嗎 哇這邊 丁特被射了很多下 被引到 丁特直接原地大絕 NA自己也開啟了大絕 打到了非常多的人 擊殺掉了綠茶 但是AHQ場上 剛剛 小瘋已經重生出來了 TPA血量有一點點低 TPA並沒有巴龍buff 小瘋這個虎啸融已經踢到BB上面 但是小瘋是有坦裝的 所以BB打小瘋 他並沒有到很痛很痛啊 小瘋上面有兩件物防裝 上塔 靠著這個大量的小兵進去 又TPA成功的推毀掉 HQ的一座高地也算是環藝顏色 哇 TPA在這個地方稍微小心一點喔 因為西門很可能 西門也要W下去草叢阻斷 哇這個草叢不夠強 哇這個草叢不夠強 他還被自己擔搜一點點虎啊 哇這個地方 Wait Read my name I'm Westerdor 這 這 這個 呃 他剛剛的想法是 完全正確 因為 伊布林那時候已經落到了下路 他只要留住三個人 伊布林直接上去再拆一座均� 基本上這場AHQ就很有機會 對 對 沒有錯 但我說了這麼多 他撞牆啦 重點 原來是撞牆不說啊 幫我打給貝克看他是不是已經心臟病發了好嗎 就是如果剛剛西門那個 有下去的話 我覺得一切都很難說 重點是 他沒下去就算了煩 還露洩 那些地方可能對於 TPA的視野來講 可能是一個BUG 因為你那些地方撞牆 所以捷哥知道說 喔西門你在這邊喔 嗨我就直接給你一個Q 剛好定住西門 我覺得最虧的並不是撞牆 最虧的是 在遊戲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中路AP Carry 竟然死得 這麼的納悶 對 而且他 他有一點急了 就是 其實 一開始TPA是拆 把所有的傷害 那個TP的R是去R分身 他其實 往下方走 不要開驚人 應該還有機會 因為對方都在這個草叢下面 但他是在原地驚人 所以他驚人一解掉的時候 對方的CD剛好 又灌他一套 他就直接往生回家了 好吧 不管怎麼樣 事情就是發生啦 TPA其實在這個 擊殺掉西門這個地方之後 並沒有拿到太多東西了 因為剛剛兵線是個大獵士喔 中路的超級小兵直接灌到了 TPA的家裡 所以我覺得對於雙方來講 還是可以打 而且這個戰局還是非常的不明 對 這邊兩邊的carry 都已經肥到滴油了喔 這看到早晨這邊已經全身 滿裝加上一個天使甲 那這個PP這邊更肥 他把鞋子都已經賣掉 換成西風匕首喔 我們現在需要的 反而是黑牛的裝備 對 反而是黑牛的裝備 其實停留了很久 因為他已經滿裝很久了 他已經沒有再選擇換裝喔 這時候 我覺得有可能可以把 殞弱給賣掉 因為 對方其實沒有太多 需要風箏的人喔 想辦法 再把傷害往上提升一個檔次吧 出個紅霜 我覺得或許是比殞弱的那個 因為你後期需要 要利用高暴率去提高自己IE的暴擊機會喔 這個嘛 我還是暴雨保留的態度 我覺得鞋子地方可能會比較 這個我覺得 對 鞋子換西風也是可以 我覺得都有他的考量 對 但他的這個裝備是挺留的大概 對 沒錯 他11多的時候就接近滿裝了 但他現在前排 鱷魚跟悟空的裝備都補上來了以後 他的傷害力開始下降 他這樣打一個鱷魚 可能就要打個 10槍左右囉 嗯 因為鱷魚 而且他這一場出裝 就第一件出了攻擊裝備之後 之後完完全全的都是往坦裝去做一個OP 對 他還有出一個這個魔體式聲音喔 但是也有兩件這一個物防裝 對 反甲跟藍盾 所以 就兩邊的坦克的裝備都補上來了 所以 現在的局面就會變成拉打 而且還有很多的天使甲 就要看兩邊的拉打 到底是哪一方做的名叫 好 考驗著雙方carry的在這一個大賽中 這個反應的速度啊 如果 對於菲斯來講 嗯 對早晨 早晨如果找到一個很棒的這個時間點進去 直接WQE 黑牛一套 那 我覺得 在這個地方AHQ不用玩 可是相對的 其實也是 西門找到一個很棒的時間點進去 也是WER進去扣個某一套 就是兩邊的 這個刺客現在也都不太敢直接進去喔 因為 你直接進去要收人 這個是 會面對到 兩個輔助的這個控場喔 你沒有秒掉 基本上AD carry點你三槍你就回家 那你這樣子 就是 就是要找兩邊的時機 那 Support就會相對於說重要 因為兩邊的開戰點還是有很多的機會是Support發起的 那 Support這邊 我覺得 摩甘娜這個peak很漂亮的地方就在於說 因為他的黑盾 讓李鑫的這個回踢的機率基本上已經接近零了 沒錯 在之前的那個會場當中就有看到就是 傑哥的這個黑盾的時候擋到李鑫的這個回踢一次 對 我印象中是一次的 但那一次就非常的關鍵 到這麼後期的時候 悟空的這個CG 相對來說就是Evelyn沒有辦法做到的喔 所以現在要看著 Evelyn相對來說他有的是Support 但是如果一波團戰是 你沒有了好的開戰 基本上就沒有好的Support機會 所以相對來說我覺得這個團戰組合在這個時機點 經濟差距兩千塊的話 我會覺得TPA的機率是大一點喔 HQ這邊就是要一直利用分推去做拉扯 讓對方的陣容是沒有辦法五個人集結喔 要不然很難去跟對方打一個正面的五五會戰 沒錯 在防禦裝備的部分 我認為TPA的這個大展出裝是給黑牛比較大的壓力 兩件反甲兩件藍盾之爪 然後 那 在GA的部分呢 我們AHQ則是在勒布朗還有李鑫有出這個兩件GA喔 呃不是 分別一件喔 然後在TPA的部分就是 飛蛇有出一件GA 剛剛TPA稍微往巴龍的地方靠近 靠過去 可是AHQ看起來想要來一個切斷中路 TPA也知道AHQ的這一個計謀 在 兵線上面還是AHQ有力喔 因為AHQ的角色很適合做分推 他基本上除了黑牛一定旁邊跟著人以外 他另外幾隻角色都有 可以帶單線的能力喔 相對來說TPA這邊比較危險 因為就算現在是這個時間點的鱷魚 還是會面對單抓還是會死亡 AHQ直接隔牆開啟了巴龍 呃?TPA剛剛經過並沒有在巴龍 喔 沒有事沒有事 這個TPA還是知道AHQ是在巴龍 所以稍微有 靠過去一點喔 從其他位置的這個眼睛看到了AHQ放棄了打巴龍 對在上一波勒布朗的BD 我相信給TPA的這個後門 就是家裡面有很大的壓力喔 呵呵呵 呃...AHQ還在這個地方躲 我看到了勒布朗 喔這邊趕開了 確定他不會BD了 呵呵 我找到你這個老狐狸啦 勒布朗上來 稍微poke了一下 哇這一個球手打到那個丁特的本座 丁特直接交出了這個閃線 躲掉了AHQ的追擊 但是丁特在這個地方就沒有閃線了 雙方在閃線上面 AHQ五個閃線都還在 可是丁特少了一個這個閃線差很多啊 巴龍裡面有一隻眼睛 哇這邊巴龍站到底會怎麼樣呢 會再次的對AHQ微笑 哇丁特這個地方沒閃線就有點抖 還必須要從正路 視野的複製 綠茶這個大絕 並沒有定到任何人 阿奇則是開啟了大絕準備要來應戰 AHQ找不到適當的機會來上 小瘋的位置有點危險喔 果然是直接閃線了 被AHQ的這個CC給CC到時候 直接使用這個W穿球 哇早晨在這個地方被沉沒了 綠茶閃線過來要給 早晨一套 可是傷害好像不太夠啊 點燃最後一個TIC 傷害並沒有打下來 喔呦有觸發 有把Money的天使甲打出來喔 而且黑牛這邊擊殺掉了悟空 哇這個地方AHQ切進來的位置還不錯 BB的這個狀態也很好 黑牛的這個血量是一半左右 雙方都繼續拉開BB 此時已經成為Lange & Daryl 哇這一個緩浪 BB笑得非常的開心啊 可是西門在同一時間 又給他一個壓力在 哇這個控制沒有傷害 黑牛的光盾 傷害並沒有擋到 西門同一時間也被擊殺掉 TPA在這個地方目前是以二換三 現在場上只剩AHQ只剩下打野 黑牛 早晨繼續追擊 我NA自己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要靠仰賴阿奇的 啊 這個阿奇剛剛那個判斷 那個QB沒有打 怕不掉這一個衣服裡的光盾 早晨在這個地方 只是繼續追擊 就是要來斷黑牛的RECOVE 黑牛這邊 哇另外一邊已經在推水晶均銀塔了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個會戰喔 這個剛剛有一點長 可是這個地方 這邊 在看推塔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推塔 喔 現在沒有NA的狀態 早晨並沒有繼續追擊 但是我覺得 可是 丁特這個地方也 也被擊殺掉了 TPA可以選 就選擇直接RECOVE 不然就是 嘟嘟看這個速度巴阿龍 速度巴阿龍 可能機會比較小 但前面剛剛 菲斯在追擊很有危險 因為黑牛那邊已經有小兵可以吸血量喔 他把狀態吸起來以後 Morning在追擊是 不明智的選擇 因為他的天使甲剛剛是被打掉了 對 早晨的這個天使甲 加入TPA的小兵也將 HQ宇宙外塔給拆掉 現在塔數已經拉到了 只剩下三座的差距喔 TPA跟TPA 這邊我們看一下這個 剛剛這個會戰 阿祺這個地方進去的那個 下一個回切進去 早晨被西門已經引到 其實西門這個蹲點的位置很漂亮 就是有找到一個 上面這邊丁特上去硬吸吸三個人 直接被龍化 呃 稍微牽制住了這一個 HQ其他人 但VB這個輸出的位置其實 非常開心 對這邊兩個天使甲被打掉 然後VB這邊的輸出是完全沒有受到間斷 這個大這個R非常的準喔 巴龍現在開打 巴龍現在這個地方又開始打起來 究竟丁特有沒有辦法成功的切到 哇丁特這個直接被踢到巴龍旁邊被輸出啊 這時候就要看VB所站的這個位置 VB有沒有辦法順利的就是存活下來 這是關鍵喔 哇這邊扣個魔 找到一個很好 摩尼黏住的樂布朗 好像有炸到伊弗林喔 有炸到伊弗林嗎 最後一個R 這邊 GreenT被摩尼黏住以後擊殺 現在成長NL一個人活著 TPA要直接上路灌進去了 在這一個地方 TPA成功的返回烈士 將AHQ給打回來 所以如果沒有意外 真的沒有意外 我覺得應該真的是很難 比數即將要來到2比2 在這個BO5的賽事當中 TPA 在第四場成功的擊敗了 AHQ再下一層 我就跟你說 我看過了那一轉比賽太多了 這一場 我們恭喜 這一次的比賽 我就跟你講丁皇的這個電話 我絕對不要小看丁皇跟我的靈體啊 吉祥不出 誰與爭鋒 沒有啦 開玩笑 其實我覺得純粹單純 我兩隊我都很支持 OK